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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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的时间也非常的巧 他去的那一天 到达那个地方的那一天是九月初九 农历的九月初九是重阳节 一个特别重大的节日 所以呢 在当时的南昌呢 南昌最大的一个官员 这个官员叫做都督 当时这个地方呢 最大的官员这个都督呢 他叫做阎公 这个阎公 他非常的开心 今天是重阳节 我们要好好地庆祝一下 于是呀 就开始给他 他就摆了一个大宴席 邀请所有的人 只要是读书人都可以参加 诶 王伯今天刚好到了这个地方 那刚好呢 在这个腾王阁有一个大宴席 王伯要不要去呢 要 当然要去 所以王伯就很开心了 去了 去了以后呀 人好多呀 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都坐满了人 你觉得王伯应该坐在王伯应该坐在哪一排呢 最后一排 为什么呢 因为没坐了 没坐了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而且王伯他非常的年轻 他在当地又没有什么名气 所以呢 他当然只能坐到最后一排了 这个阎公呢 就非常好心地招待大家 喝酒 吃各种美食 吃完了以后呢 通常这些读书人还会有一件事情 是要干嘛呢 比赛写文章 没错 今天我们要比赛写 这回王伯很有 这回王伯很有 游戏了是吧 是才华了 啊 但是呀 其实这个都督呢 他又非常的坏 他呀 要求大家写文章 比赛写文章 其实他是有预谋的 他有一个女婿 这个女婿呢 叫做梦学士 知道什么叫女婿吗 女婿就是他女儿的丈夫 这个梦学士呢 是一个读书人 严公呀 在宴会之前 就跟梦学士说好了 梦学士 你在家里好好写一篇文章 到明天咱们比赛写文章的时候呢 你就现场把它给默写下来 到时候人们肯定都觉得 你写文章简直太棒了 现场临场发会都能写这么棒的文章 那人家肯定都觉得 咱们家特别有面子 一切 但是好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所以呢 这一天开始比赛了 然后呀 就当严公的书头 拿着笔和纸的时候 然后挨个问 您愿不愿意这个参加比赛呀 你愿不愿意 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 大家都说 不愿意 因为呢 好多人都知道了 其实 严公希望谁上去呢 希望梦学士上去 不知道实情的人也觉得 严公这样问我们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呀 大家都非常聪明呢 拒绝了说不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 直到问到最后一排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 我愿意 王伯 这个人就是谁呢 王伯 没错 就是这个非常不懂事的王伯 这个都督 这个严公非常的生气 但是呢 还不能表现 哦 先生您愿意呀 好 书筒把它带到书房里 然后呢 让他在书房里安心的写作 然后呢 还告诉那书筒 你呀 赶紧去看 那个人写了什么文章 所以这书筒呢 再一会儿又进去 这个 您要不要喝水呀 就偷瞄一下 写什么 然后就回来 赶紧告诉严公 他写的第一句叫做 恒都心腹 南昌故郡 这种话 谁都能说出来 没意思 再去偷看 再去 他写的第二句叫做 兴翻一枕 地阶横炉 这句 还不错 再去 回来偷说一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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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说了很多个 好好好 突然 当 那个书筒 说到两句的时候 这个严公不在 好了 蹭的 他站起来了 说了一句 这个人是个天才呀 他到底传的是哪两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传的那一句话呀 是跟这样一个画面有关 我们所有的人都看到了 这只野鸭在飞 但是没有人看到晚霞最飞 对不对 但是王伯看到了 他看到了晚霞 他叫做落霞 然后野鸭呢 他也不叫野鸭 他叫做 孤雾 因为呢 只有一只 叫做孤雾 雾就是野鸭的意思 叫孤雾 说明他非常的 孤独 然后呢 他看到了晚霞和野鸭 一起飞起来了 所以他写的那一句叫做 落霞与孤雾齐飞 然后呢 他看到了天空和湖水是一个颜色 所以呢 第二句叫做 秋水共长天一色 他写这首诗写在什么季节呢 秋天 秋天 秋水和长天 秋水和天空是一个颜色 美不美呢 非常的美 对吧 好 这是今天的一个重点 把它记下来 美文千古传 把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写下来 看好物字怎么写 那 其实 这个落霞与孤雾齐飞 落管辖和野鸭一起飞 秋水和 这个湖水和天空是一个颜色 这个并不是王博的第一个发明 其实在王博之前 有人写过类似的句子 来看一下是那个人写得好 还是王博写得好呢 这个人写的是 落霞与孤雅齐飞 落霞就是落花 孤雅呢 就是车盖 落花和车盖一起飞 然后呢 杨柳和春旗是一个颜色 杨柳和春天的旗帜是一个颜色 是王博抄袭了这个叫于信的人 但你觉得到底谁写得更好一点呢 肯定是王博写得更好一点 对不对 好 那这是王博 这个藤王阁旭 这个旭是什么意思呢 他在藤王阁这地方写了一篇旭 对吧 旭呢就是那种 平时好朋友之间呢 你呀 要和别人相互告别了 你要写个证别的文章 然后写个文章送别 这个东西就叫做旭 明白吧 所以呢 他在藤王阁这个地方呢 他写了这篇文章以后呢 他又会离开藤王阁这地方 这叫藤王阁旭 那这其实是一篇散文 不是一首诗 这篇散文呢 特别特别的 长 其实也不是很长 有一千多个字 如果你现在你想去藤王阁玩的话 你回去可以把藤王阁旭找出来背一背 如果你能把藤王阁旭背下来的话 你去藤王阁的话 就可以免费参观藤王阁了 是不是很好 是不是要当场背 当然是当场背了 难道还能回家背 还录音起来 当场背 然后有个人在这里检查 然后呢 你要是能背下来 能墨写下来 你就能去免费参观了 墨写我不干了 墨写 好吧 那你就掏钱吧 然后在藤王阁这地方有个雕像 你猜是谁呢 王伯 肯定就是王伯 藤王阁就是一位王伯而出名的 那王伯除了这篇散文写得特别棒以外 王伯一开始我们记笔记的时候 说王伯叫做师姐 所以这人写师肯定也应该写得 非常的棒 来看一下 王伯写的最有名的一首诗 叫做 宋杜少甫之刃蜀州 有人背过这首诗吗 宋杜少甫之刃蜀州 这有个宋字 说明这是一首什么诗呢 宋别诗 他宋的那人叫做什么名字 杜少甫 然后知 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在 不是在的意思 那没关系 蜀州 那说明他的好朋友要去哪里呢 去蜀州 然后这有个人 是要去蜀州干嘛呢 要去蜀州上任 要去蜀州当一个叫做少甫的这么一个小小小小的官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他俩就要告别了 来看一下这首诗是怎么写的 城雀 辅三秦 城雀 城 是城楼的意思 雀呢 指的是一种东西 古代的话 在城楼门口 为了显这些城楼特别霸气 他们会在城楼以外 再建两个东西 那个东西叫做门 雀门 看一下什么东西是雀门呢 这个就是雀门 其实雀呢 又是缺的意思 缺 明白吧 就好像呢 这两个东西之间缺了一道门 这叫雀门 雀门会建在哪里呢 门两边 门的两边 没错 现在可能你为了特别霸气 会在你的门两边 放两个保安 对不对 当时呢 人们就会建两个雀门 比如这幅图 谁来给我指一下雀门在哪里呢 来 上来指一下 这个啊 这个是顶 对不对 再来一个 这个和这个 没错 雀门通常会是一个出现 还是两个呢 两个 好 再来看这幅图 这幅图的雀门在哪里呢 来 上来给我指一下 这个和这个 这个和这个 对吗 对 非常好 回答对的 那再来一个 这个图呢 嗯 嗯 你来 这两边 对吗 对吗 对 对的 嗯 没错 好 这边这俩我不确定是不是 这俩有可能是别的 但是这俩绝对是 嗯 好 那这个东西就叫雀 那在这首诗里呢 说明他们送别的地方 那里就会有一个城门 还会有雀门 但是具体指哪个地方呢 其实就指当时的首都长安 明白吧 长安 所以呢 城雀指的其实是长安 城雀府三秦 说的是长安呢 被三秦大帝给包围着 给被三秦大帝给保卫着 那三秦大帝在哪里呢 三秦大帝当然就在长安的附近了 明白吧 当时的首都长安 那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那里 而那城雀府三秦 也就是说 我们在城楼这个地方 在长安城这个地方 咱俩要告别了 这时候呢 王伯做了一个动作 风烟望五金 他穿过风烟去寻找去看五金 五金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金是什么 金有两个意思 天金 一个叫做渡考 还有一个叫做唾液 也就是口水 请问风烟望五金 是去望五个渡口还是望 五种唾液呢 肯定是五个渡口对吧 因为呢 他的好朋友要去到哪个地方呢 他的好朋友要去到有五金的那个地方 之前讲了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他的好朋友要去到蜀州 蜀州在地图上哪个地方 蜀州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他要经过这个地方 从陕西到四川去 他要经过五个渡口 所以呢 风烟望五金 就是去看那五个渡口 要看我的好朋友呢 他要走到什么地方去 他看到了吗 那你觉得他真的能看到吗 那么远 其实只是一种想象 他并没有真的能看到 来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个金 有一种意思是渡考 还有一种意思呢 是拖延 讲了 嗯 讲了 比如说 那五金肯定是五个 渡考 那有个世界著名的大学 叫做牛金大学 请问这个金又是什么意思呢 拖延 牛口水大学 你觉得就起这种名字 能变成世界著名大学吗 拖延 不是拖延 你一定要 拖延是城市 他的英文名叫做Oxford Ox就是牛 然后ford呢 就是渡口的意思 所以呢 可能是牛渡口大学 不是牛口水大学 要不然以后咱们班 真的有人就要去读 牛口水大学了 再来看 然后你们经常吃那种 酸梅片之类的 上面会写着 只可生金 那这个金是什么 就是拖延 对了吧 嗯 然后呢 金如果是两个金 也会有 有味 金金有味 还有金金乐道 两个意思对吧 那金金有味 指的是味道很好 还是说 觉得兴趣很浓厚呢 金金有味 肯定就是 通常就是味道很好的意思 对不对 金金乐道 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兴趣很浓 比如说你们都特别喜欢 姜天一老师 可能经常就在爸爸妈妈面前 老说姜天一 这个就叫金金乐道 就兴趣很浓 老喜欢提这个人 明白吧 嗯 所以呢 这个是 金金乐道是兴趣很浓 金金有味呢 是味道很好 你妈妈做的菜呢 就叫做 金金有味 接着我们看一下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 回来看一下宋杜少甫 知任蜀州 任是去蜀州上任 知是什么意思呢 去 去的意思 没错 知就是去和晚的意思 来 看一下 知的甲骨文里边 是怎么写的 是这样写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东西代表什么呢 就是在这里 山 你觉得是山 你觉得呢 树吗 树 其实代表的是 仙人掌 仙人掌 对 其实代表的是 看你的脚 你的脚丫子 这是一个脚趾 然后这里呢 是地平线 那这个脚趾呢 就要从这里 走向远方去 所以知呢 就是去往的意思 来 那继续看一下 所以 李白有一首诗叫 黄鹤楼送孟浩然 知广陵 这个知是什么意思呢 去 那就是在黄鹤楼 这个地方 李白要送孟浩然 孟浩然要去哪里呢 去广陵 明白了吧 那接着再继续看 第三 第四句 与君离别意 同事换游人 这个 王伯和杜少甫 要分别了 他非常的舍不得 因为我和你离别 我非常的舍不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种人 我们都是什么人呢 我们都是换游人 那什么叫换呢 换 保开头下巴 会有一个什么字呢 陈 没错 看一下甲骨纹的陈 这里是一只什么东西呢 鸡 一只鸡 这个圆形 眼睛 没错 看一下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是朝下看 还是朝上看呢 中间 朝中间看呢 你哪看出他朝中间看呢 这个是朝中间看 这个是 往上看 人在什么时候要往上看呢 看好诗的时候 看好诗的时候就要往上看 如果你是一个大臣 你看皇帝的时候 你是不是得往上看 因为你是跪着的 皇帝是站着的 所以呢 臣呢 就是去给皇帝当大臣 你得跪着 他站着 那在臣上面呢 加一个宝盖 这个字叫换 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去给皇帝当大臣 也就是去做官的意思 然后同事换游人 那换游又是怎么样的 做官呢 是在离家特别近的地方做官 还是去特别远的地方做官 特别远的地方做官 我和你非常的舍不得 是因为我们都是要去 都是在特别远的地方 去做官的人 那接着 因为呢 他的好朋友杜少福 马上就要走了 他们马上就要告别了 他们要怎么告别呢 他的好朋友 要去有五金的那个地方 离他们现在的三金大地 非常的远 要怎么告别呢 要哭还是笑呢 哭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别人怎么告别吧 比如王维去送元儿的时候 王维是怎么告别的呢 喝酒 劝君更进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 你出了阳关以后 就再也没有熟悉的老朋友了 所以呢 你要再喝一杯 再喝一杯 再喝一杯 然后就一直劝他的好朋友 喝得乱醉 你就去不了了 然后醉了之后 我房里就挂了 来看一下 陈森去送他的好朋友 五判官是怎么送的呢 山回路转 不见君 雪上空流 马行处 陈森呢 送他的好朋友 是在一个大雪天 他的好朋友骑着马呢 这马呢 就绕到山的另一头去 已经看不见他的好朋友 看不见好朋友的马了 只是在雪地上 还留下了马蹄印 他就看着这个马蹄印 久久的不离开 思念着他的好朋友 这也非常的深情 对吧 再来看这个人 李白 去送他的好朋友围巴 怎么送呢 他的好朋友要去到 长安 咸阳 他不能去 所以他让他的好朋友 一定要记得他 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西风呀 你把我的心给吹走吧 吹到咸阳的树上去 把我的心挂到树上去 等我的好朋友 他一想念我 抬头一看 哇 树上就 我李白的心在那里乱跳 直接把咸阳的树 变成了爱心树 这个特别恐怖 对不对 那 你觉得 王伯颂杜少府会是哪一种呢